下面,让我们欢迎来自墨尔本的李凯于同修与我们分享,通过修习心灵法门知音懂果,治愈皮肤疾病,心灵法门利益身心,改变命运,让我们掌声欢迎。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,救苦救难,广大灵感,观世音菩萨莫合萨,感恩卢君宏台长,我叫李凯于2014年10月,在我18岁生日前几天,我接触到了心灵法门,真的很感恩菩萨让我接触到这么好的法门,认识到卢台长。 从小,我的皮肤是非常好,到了墨尔本后,慢慢的,我的皮肤越来越糟,开始长湿尘,我当时不明白,也很生气,因为它们大部分都长在我的脸上。 天气转变到冬天时更严重,因为太干而裂,偶尔也会流血,很多时候脸也非常的肿,之后这个湿尘就夸展到我的身体上,让我非常的难受。 因为它由于太干而很痒,若抓它的话,它就会裂,流血。 医生虽然开药给我涂,但它只会好一两天,之后又会倒回来。 更糟的是,涂身体的药膏是不利于长期涂皮肤的。 医生也建议说,它好了后,就停止使用。 问题是,每当我一停止使用它,几天后又会开始的烂。 学佛后才明白,皮肤病都是沙叶的果报。 我自小很喜欢吃海鲜,尤其是鱼、螃蟹、生蚝等,很多时候家人都会为了满足我的食欲而买了非常新鲜的海鲜。 出去吃饭时,因为知道我喜欢吃而点了很多给我吃。 在此,忏悔从小就造了夏夜的音。 小房子真的很有效,开始练了之后,身体上的失试也慢慢的没那么严重了。 看完的我,开始懈怠。 有一段很长的时间,我虽然许愿练小房子,但是我并没有练小房子, 因为那时候以为我还有很多时间,反而把时间用在上网看戏上。 慢慢的,我的噩梦又开始增加了,皮肤也越来越不好了。 有时候甚至会回到以前的模样。 当我在念小房子时,又开始变好了。 在此,也要感恩妈妈和姐姐帮我祝念。 在还没学佛前,我很多事情都想不通,也非常容易钻牛角尖。 情绪有时候会非常的不稳定,常常为了一点小事就哭, 也不知道怎么控制自己的眼泪、情绪。 学佛后,慢慢的开始看白话佛法,听台长的开示后, 也慢慢的明白更多的道理,想通了很多。 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是,刚开始时,有时候很伤心, 情绪低落的让我多次的不想出门到观音堂听台长的开示。 但是因为妈妈和姐姐躲回去,他们也都会把我叫上。 每一次,我是带着烦恼到观音堂。 听了开示之后,觉得整个人的心情都变了,想通很多。 真的很感恩,让我身边有和我一起学佛的家人, 让我有幸能够遇到卢台长。 学佛一年,带给我的身心变化, 让我想对所有的人说, 心灵法门不仅拯救身体上的灾祸, 更带来心灵的安宁。 如果不是认识心灵法门, 我十八岁之后一定会犯更多的错误, 和朋友去酒吧喝酒, 伤害别人的感情等。 很可能现在的精神和身体状况也会不堪设想, 学习一塌糊涂。 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开始学佛念经, 学佛不是只有年纪大的人才需要, 戒律也不是只有尼姑和和尚才必须遵守的。 学佛真的可以改变我们的命运, 帮助我们化解很多的灾难, 恶缘,也能让我们开悟。 学佛要趁早, 让我们知道什么可以做, 什么不可以做, 避免放下很多不必要的错误, 让我们早点离苦得乐。 再次也忏悔我所做过的错误, 动过的坏脑筋, 对不起。 感恩南无达自大碑, 救苦救难, 广大灵感, 观世音菩萨摩河沙, 感恩卢君宏台长, 谢谢。